今天是6月7日星期五 今晚有美國碑龍就業職位的數據公佈 一般來說認為會差一點點 有研點起可以減息的是希望 因為加拿大又減息了 歐洲又減息了 到美國會減息了 以為這樣想 不過我又覺得看看吧 反正要不要減息是兩件事 一是新增的職位是少於10萬個 這是耶倫以前說過的 再其次就是可能有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 所以美國聯邦儲備局可以用一招 是局部對待的方法 就是又向這些有問題的銀行 再發放應急的貸款 而不是普遍地發放 所以要留意這件事 所以要留意這件事 在這點裡面來說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今天也是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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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3% 運輸又開始回來了 公共事務也是這樣 電訊服務公共事務也是這樣 充滿軟件服務 再其次是電訊服務 電訊服務的三隻大牛龜 這是很額實在的東西 再其次是公共事業 公共事業要留意 因為阿爺會增加水費增加電費 因此它是很實在的上升 再次是軟卷服務 軟卷服務 軟卷服務 因為暫時的軟卷服務 很多我個人覺得 會開始上升 這是需要留意的 暫時未到大盛的時期 個別方面的板塊 很多大牛龜 綠色即是要跌了 看看港股 始終在這裏上升不到 上去保利加通道中軸 變成在保利加通道中軸 大約是187這個位置 187這個位置 會阻力 支持便下降到保利加通道的下軸 是179這個位置 一定要升破這個 或者跌破這個 才有另一輪的走勢 如果不是將會起現水平 是整固的 整固的 整固的整固起多久呢 我們就看到這裏 整固很久的 這裏 好像是升 不過它又跌下來 升 又跌下來 上一陣子 都給大家看得到 這裏的位置是哪裏呢 這裏 就是大家當時所說的172這個位置 好了 那就可以繼續再看上去